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千亿嫩总 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周刊 这个文章有标题啊 嫩总执掌千亿国企 他们会是谁的影子 所谓嫩总啊 就是年轻的稚嫩的董事长 那最近啊 千亿国企的年轻董事 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 西安高薪控股 是一家资产呢 超过一千两百亿的国有企业 最近呢 这企业啊 进行了人事调整 董事长兼总经理 是一九八四年出生的 在此之前呢 只是普通的员工啊 另外两名董事 一个呢 是九三年出生的 今年才二十五岁 参加工作的时间 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 另外一个 那就更厉害了 九五年出生的 今年二十三岁 去年才刚刚毕业 看到这么一位人事调整 大家就纷纷质疑啊 八零后九零后 掌舵涉千亿资产的国企 这涉靠谱吗 这到底是为财事举 还是人事腐败呢 随后啊 当地财政局就发文 说经过调查 这三位年轻的高管 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家庭背景 那言下之意 他们靠的是才华和真正的能力 如果有人质疑啊 你就是嫉妒 事情没那么简单 有人调查就发现 其中有一位九零后的年轻高管 不仅是西安高薪困骨的董事 而且呢 他还是西安其他六家国企的董事 也是国销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 另外 这些年轻高管的薪水 最高的只有四千三百块钱 最低的 还有 这薪水只有三千六 这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啊 你想啊 管理一个上千亿资产的 这么大的公司 月薪只有三千多四千多块钱 这反差 那实在是太大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些个黑幕啊 就浮出了水面 原来啊 按照相关规定 行政官员不能够继续担任公司的高管 这叫政企分离 然而呢 有些个人 他就是想当局长 同时呢 他又想当这个董事长 那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一个妙招 把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 推到了台前 由他们呢 在幕后 在那操控呢 说直白一点 这些个八零九零后的年轻高管 其实啊 就是他们的影子 就是他们的傀儡 这事情曝光后 当地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 三名年轻高管已经被免职 西安高新区的财政局长也被免职 这么一起闹剧 就引发了深刻的反思 反思什么呢 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 一般来说 国企高管主要是由上级来任命 然后呢 这有很多的弊端 一些行政官员呢 他通过这个操控影子高管 来进行利益输送 把国有企业变成了他们家的提款机 另外呢 有些国企高管 牲畜企业 却还有行政级别 他们这个心思啊 总在想如何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官 而不是在想企业如何发展 这就叫生在曹营 心在汉 不仅如此啊 这些企业高管 那个工资待遇啊 和企业经营的好还是不好啊 没关系 往往是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 那就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用人机制 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项制度呢 有四项原则啊 就市场化选聘 契约化管理 差异化薪酬 市场化退出 也就是说 这些个职业经理人 不再拥有干部级别 干部身份 你干得好 工资就高 干得不好 工资就低 甚至呢 给你解聘 只有选拔出真正的高端人才 国有企业 才能够做好 做大 做强 要我说 嫩总职场 千亿国企 年龄 只是问题的一个影子 用人机制 才是这问题的要害呀 好 欢迎回来 这天呢 越来越冷 又到了收暖气费的时候 前不久啊 河南新乡县某小区 发出通知啊 说如果业主已经入住啊 但不准备交这个取暖费 那么就要缴纳秤暖费 占到供暖总费用的 百分之三十 原来啊 一些个住户就觉得 只要楼上楼下都开了暖气 我们家呢 也不至于太冷 所以呢 就选择秤暖 这个通知呢 就是针对这个秤暖一足发的啊 结果呀 引来了争议 有人就说了 按照你这规定啊 以后夏天经过商场的门口 秤到了冷气 估计啊 也要给这商场啊 交这个秤空调费 你路过咖啡屋 听到里面播出的清音乐 少不了要叫秤歌费啊 从法律角度看 秤这个暖费啊 是缺乏一些个收费的依据 而且呢 即便你收了这钱 也无法真正解决秤暖的问题 那些被秤的缴了费的用户 他并不会从中得到改善呢 如果因此有更多的人来秤暖 最后难免陷入到一种恶讯的循环 买暖的人越来越少 秤暖的人越来越多 事实上秤暖现象 并非这个小区独有 其他地方呢都出现过啊 除了占便宜这个心态外啊 还有一些个生存次的原因 你相比普通居民的收入 我们国家不少地方的 供暖的这个收费标准呢 是比较高的啊 我们就拿这个小区来说 它的收费标准呢 是每平米十八块钱 这也就意味着 一套一百来平米的房子 供暖费就要将近两千 而有数据显示啊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 也就两万左右 这供暖费就用掉了百分之十的钱呢 更重要的是 一些供暖收费计量方式呢 并不合理 也不太公平 你看啊 收费是简单按照住房面积来的 而不是实际供暖量来计算 另外呢 这个住房面积 往往是算上了这个建筑面积 还不是实际的使用面积 这种粗放型的收费方式啊 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住户的实际使用情况 这无形当中呢 就让一些人倾向于我们趁着暖 而不是主动交这个取暖费 你比如啊 一些住户 他白天都不在家 只是晚上待一待 可能呢 就觉得你按面积收费啊 咱不划算 也就不乐意交钱了 所以啊 要想真正有效解决 秤暖现象 靠简单收取所谓的秤暖费 并非良策 关键还在于 如何让现行的供暖收费 更加的公平合理 让绝大多数的居民 愿意主动缴费取暖 否则啊 暖气开了 人呢 可能心还是凉的呢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楼超超 就是图片上 这个楼超超 这栋楼坐落在湖北红的呢 它又是怎么骗过 相关监管的呢 前不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 发布了一份判决书 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 让人们是大开眼界啊 说这个2011年 这栋楼开始违规建设第八城 当地城管局规划中队的队长 李某 在日常巡查当中啊 就发现了这栋楼的违建行为 这栋楼的开发商徐某啊 就赶紧给这李队长呢 送了三万块钱 收到钱后啊 李队长没有向单位汇报 放任这个开发商啊 继续站在那违建 等到这栋楼建到13层的时候 被群众给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李某见识不妙 就主动啊 提出了辞职啊 调离了这个规划中队 顺利的全身啊 推呢 按理说 没了李某的庇护 这栋楼也该停工了 然后呢 诡异的是 当地城管局 在罚了开发商五十万后啊 就放手不管了 之后啊 这栋楼又一直盖 盖到了十七层 楼盖好了 哎 又有问题了 这违建的十层楼 它没有相关批文啊 没办法卖呀 不过呢 这开发商徐某啊 他胆子是真够大啊 他竟然指使员工朱某 伪造了国家机关公文 同时呢 这徐某啊 又找到原规划中队的队长李某啊 来帮忙 成功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并顺利呢卖掉了房子 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啊 有业主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 被告知 无法办理相关证件 于是呢 就闹着讨要一个说法 因为担惊受怕呀 那个伪造了国家机关公文的朱某啊 就主动投案自首楼 接着开发商徐某 还有原这个规划中队的队长李某 也都被抓了起来 最终啊 徐某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缓刑两年 这李某被判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啊 朱某呢 因为有自首的情节 被重新处罚 判处管制六个月 有专家说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 开发商要完成房地产开发的过程 从规划立项建设到售楼 需要经过很多道 这个程序严格把关 然而呢 在这一栋楼的建设过程中 咱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整个监管链条上 充斥着权钱交易 和失职独职的情形 它不免让人怀疑啊 当地的监管 你是不是形同虚设呀 既然这个案件已经浮出水面 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介入 安装制度的补丁 从而避免更多的楼超超 给它生迷组成了熟饭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 文章标题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集猫和老鼠解决不了的 最近童年动画片 猫和老鼠引发热议 短视频APP上 突然兴起了一个挑战 那就是模仿猫和老鼠里的魔性走路 想见没有 如此姿势啊 那要是协调比较差的人 恐怕当场就得闪腰 不仅这些搞笑的片段 让人怀念 网友呢 也开始讨论猫和老鼠 对自己的影响了 有人因为里面的奶闹 选择了食品专业 有人认为自己对物理学的惯性 和摩擦力的领悟 主要来自于猫和老鼠 甚至呢 就连钢琴家朗朗 都在自传里写 自己小时候看猫和老鼠 两人围着一个钢琴 但是斗智斗勇 一边弹琴一边打架 觉得有意思 从此呢 与钢琴结下不解之缘 您瞧瞧 谁说玩物一定丧志啊 这简直就是反驳父母的 一个经典案例啊 说起来哈 咱小时候看猫和老鼠啊 觉得搞笑 但长大了再看 却能够品出一些 别一样的滋味 你比如汤姆 小时候觉得他又笨又怂啊 老是被机智的杰瑞啊 欺负 但长大后一看啊 觉得汤姆啊 太厉害了 你看 除了剧情需要的 不会抓老鼠 他差不多 什么都会啊 简直是实相全能 会设计陷阱 会体操 会打台球 会弹钢琴 会拉小提琴 有人就调侃说 没想到会从一只猫身上 看到生活不易 多才多艺 而汤姆猫的另外一大优点 就是可塑性极强 扭成什么样 它都不骨折 被揍成什么惨样 它都不死 作为一只 争不乱 煮不熟 垂不扁 炒不爆的铜豌豆 它简直就是 陆泽的好榜样 有人还在汤姆身上 发现了自己啊 要知道 汤姆抓老鼠 是职责 也是本能 就像每个需要 活下去的普通人 然后悲催的是啊 别人都像杰瑞一样 机智狡猾又运气好 我呢 就是那只 被生活痛扁的蠢猫 不过可贵的是 汤姆还是比较生机勃勃 尽管总失败 但他的生活 永远有动力 不管上级有过多惨 下级又能够重整山河 有粉丝就说了 年少不懂汤姆猫 看懂已非少年人 虽然觉得自己很像汤姆 但一点也不丧 因为一觉醒来 又是一条好汉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在这个四川成都某工地 一位塔吊司机 点了一份外卖 但又懒得下去拿 怎么办呢 他先把吊车挂钩放下 让外卖小哥 把外卖挂在这个吊钩上 再操作吊钩 把外卖升到空中 最后成功拿到美食 人们就感叹了 这波操作真是酷到飞起 不过电费可能有点贵 河南商球工学院 有男生过生日 同寝室的小伙伴 给他送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他们集资定做了一条服 还用无人机给挂着 在宿舍楼前和操场上飞行 全校师生都能看到 这生日场面 那是相当的震撼 室友真是走心啊 难怪有人感叹 大学四年最难忘的 还是那上铺的兄弟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秋季学期都已经过半了 但长春某职业学院的同学 依然在家里等开学通知 前面9有媒体报道 说这个学院开学后 要搬这个新校区 所以放暑假的时候 就让同学把行李先拿回家 可没想到后来 后来就没有下文 学校开学日期是一拖再拖 从这个10月4号 一直拖到25号 又拖到了11月初 这拖延症可真是不轻啊 说起来建新校区 为师生提供 优质的学习环境 住宿环境 这好事啊 但因为学校方面的原因 导致这个新校区 迟迟不能交付使用 那学校就应该尽早通知 并且有一个备案 有意思的是呢 这学校在开学日期上 就一直这么拖着 在收费方面 却相当的着急 一点都不含糊啊 从7月份呢 就开始催缴费 交这个学费呀 住宿费呀 那现在这半个学期 都快过去了 同学还没有进学校呢 有人就调侃说 花一万二 放了四个月的假 我头一回 对知识的渴望 这么强烈 显然啊 学校这个做法呀 漠视了学生的权益 后来在媒体关注下 学校做出了回应 将其用老校区的 一部分房子 来解决学生的宿舍 和教室问题 确保11月中旬 能够正式上课 这开学日期 是定了下来 那么耽误的那几个月 又该如何弥补呢 学生是足额交了钱的 就应该获得 相应的课程 所以啊 在这方面呢 学校也应该做出 妥善的安排 可别让学生 唱那首歌啊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呀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长江白巡 前不久在武汉召开的 长江生物资源保护论坛上 中国水产科学院研究员 叫威奇伟啊 他就透露 由于长时间没有发现 活动的踪迹 长江白巡呢 可能已经灭绝了 据了解 长江白巡呢 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 是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 而在白巡屯 长江食鱼被宣布 野外功能性灭绝之后 白巡 也即将面临 同样的命运 那威奇伟就表示啊 自2003年起啊 近15年来 都没有发现过白巡 也没有人工养殖的 个体存留 白巡可能已经灭绝了 目前专家主啊 正在评估这个情况 如果被证实 那不得不说 又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 长江水生动物的生存现状 也再一次呢 受到了关注 说起来 长江白巡灭绝 目前还只是一个推测啊 而有些动物啊 则是已经走上了 宾威的名单 你比如说 长江这个江屯 被称为是水中的活化石 那早前啊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还发表文章 将这个长江江屯啊 升级 升级为独立物种 这对长江江屯来说 是意义重大 但科学家的认定 你并没有改变 它的生存现状啊 现如今啊 这长江江屯啊 只剩下一千头左右 比那大熊猫的数量啊 还要稀少 已经被列为极为动物 去年 长江江屯 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值得注意的是啊 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 珍稀动物这个白巨屯 由于已经被国家 正式宣布功能性灭绝 那个江屯呢 就成为我国淡水区域当中 唯一的胎生哺乳类动物 在这一次的论坛上 韦教授和他的团队啊 就提出 如果能够找到一条白巡 就有希望 通过细胞移植的技术 来实现保肿 甚至呢 可以让白巡这个肿群啊 得到恢复 而这个技术一旦成功 还可以作为 冰微物种或冰微物种基因库的 一个保存办法 为更多的冰微动物啊 带来希望 尽管科学家们认为 长江白巡 可能已经灭绝了啊 但人们还是抱着一丝的期待 在长江某些水域呢 或许啊 还有幸存的白巡啊 在这呀 我们就想说啊 保护野生动物 不光要靠科学家的一些新的技术 咱们寻常人呢 更要尽到应有的责任 否则 到了可能都已变成现实的那一天 那就会之万一 好 接下来说一说 二手事故车 现如今二手车网站和APP啊 很火 然后价格是低了 安全性呢 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像前不久 长沙一位程先生 通过某平台 购买了一辆价值12万的二手车 但提车当晚啊 就发现了异常 他去4S店调取维修记录呢 就发现 这是一台重大的事故车 随后程先生通过微博 就公开维权啊 二手车平台的负责人呢 就承诺退赔 并不再销售该车 但记者调查就发现 哎 几天过去了 这个车啊 依然在售啊 而且呢 感兴趣的买家还是比较多 页面就提示说 预计很快售出 建议尽快预约 您瞧瞧 一辆事故车 没有任何的标注 被维权后呢 还依然在售 如此网站就引发质疑啊 有人就表示啊 平台广告打得挺响 到最后呢 还是一点保障啊 都没有 这不仅会给二手车市场 秩序呢 埋下隐患 更会给道路交通安全 带来巨大的风险 互联网时代 涌现出不少二手车 交易平台 为市场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然后呢 建立性能啊 很难 毁掉信任呢 那是分分钟啊 因此 对于打着诚信招牌 行欺骗隐瞒之时的商家 就必须依法严惩 不能给他放过 依据相关的规定啊 一方当事人 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又是对方当事人 做出决定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基于这个欺诈行为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啊 这个程先生 可以要求三倍金额的赔偿 另外 符合车辆安全标准的车辆 可以进入到交易环节 但仍需要符合相关的规定 做好两个环节的监督 一呢 就是进入交易 这个流通环节之前啊 你必须要经过客观真实 公正公开的鉴定评估 并要出去一个这个鉴定报告 二呢 这事故车事实本身啊 必须要告知 要让消费者知道 这一次的二手事故车 人们就期待 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行动起来 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 同时也提醒商家啊 承诺好 还需要真正兑现好 好 接下来说一说电子竞技 最近啊 阿里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在韩国举行 中国IG战队以3比0完胜对手 夺得冠军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 这还是第一次夺冠啊 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啊 最后整个社交媒体啊 不得了啊 满屏都是IG啊 这微博服务器 一度都陷入到崩溃 另外呢 全国很多高校的男生宿舍 那为了庆祝这个IG夺冠啊 是一片沸腾 苏管阿姨都懵圈了 赶紧报告 说同学都在喊这个埃及埃及 不知道埃及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是金字塔的法老活了过来 这虽然是一个误会 但埃及夺冠 对于青少年这个影响力 是可见一斑 据统计啊 当天通过网络直播观看比赛的 都超过了1.3个亿 实际上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电子竞技这个名声啊 在咱们这呢 是一直不太好 都被当做什么 不务正业啊 随着这一次的埃及夺冠 我们必须要承认 电子竞技在中国新生代当中啊 已经掀起了一个现象级的热潮 然而在狂欢的同时 还必须要有一些冷静的思考 要知道啊 为电子竞技证明 并不等于为沉迷网络来证明 真正的电子竞技 绝非玩游戏那么简单 它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策略和计算 而沉迷网游的人 大多数啊 是为了逃避现实啊 另外 要想成为职业的电竞选手 就像其他的体育比赛一样 需要经过高强度的训练 而且呢 还要具备一些个天分 即便如此 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 还是极少数 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 大家可以为了电竞在那欢呼啊 但一定要掌握好分寸 万万不要神秘啊 要我说 埃及夺冠 我们应该为之喝彩 但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狂热 而忘乎所以 我们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 空中南水北调 前面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啊 表示已经正式启动 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研制 计划在2020年 给它完成发射 到了那个时候啊 卫星和地面系统联网 就可以共建一个水汽传输的 空中走廊 咱们通识一点说 那就是空中水汽版的南水北调 有研究机构发现啊 大气的这个边界层到对流层之间 存在稳定有序的水汽这个输送通道 在青海的三江源地区这个上空啊 有着来自西印度洋 东印度洋 云贵高原 中亚等方向传输过来的水汽通道 因此呢 空中云资源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科学家大胆提出天河理论 希望能够创新的对空中水汽源啊 给它开发利用 实现不同地域之间 空中水汽源的运输啊 转换啊 空中南水北调 这还真是有一条神奇的 空中大运河呀 好 接下来下一个类词 土味男孩乐队啊 前不久啊 一直来自这个尼泊尔的乐队火了啊 成员呢 四个男孩 最小的呢 才八岁 他们衣着朴素 有的穿拖鞋呢 这个乐器呢 也都比较简陋啊 表演的时候啊 全城市面无表情 就被称为是土味男孩乐队 但这些男孩 只要一开口唱歌 那大家就立刻转粉 纷纷点赞 我们也看一看啊 怎么样 是不是相当有范啊 据介绍 这个小小的乐队啊 成立两年了 期间发布了16个视频 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只凭着对音乐的热爱 就坚持下来 看着是不是很像这个电影 《神秘巨星》里的女主啊 用简单的乐器 唱喜欢的歌 这就叫心中有音乐 哪都是舞台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得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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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